好了 那回来了 正式开始 那么刚才讲了广播影视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啊 首先呢发行跟播映 刚才一个解释清楚了 对吧 这个电影出来 拍完了之后 人家先得发行 发行人家取得的收入 制片方这样的收入 叫做发行收入 然后呢电影院上映了 这叫播映收入 所以这两个分清楚就行了 第八个 商务辅助 商务辅助这儿 同学们你想一想 日常生活当中啊 这些有没有啊 有 这个比如说啊 人力资源服务 举这最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北京市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外企的 这些人员档案 同学们你知道放在哪吗 有一个叫做FESCO 北京的外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这是北京啊 那北京上还广州深圳呢 都有的 所以这些外企的 这些人员档案 其实都放在那 他们提供的叫什么 人力资源服务 对吧 那还有呢 代理曝光行啊 等等啊 货代 刚才咱们讲了货代 对不对 货代 它是一个本质 是一个商务代理服务 还有什么 经济代理 经济代理 你们生活中最常见了 你们那个小区楼下 那个链家 对吧 那个链家 收佣金 这个撮合两边买房卖房的 提供的是什么服务 经济代理服务 对吧 中介 还有安全保护 是什么呢 好 保安 对不对 保安是属于这儿的 商务辅助的 对吧 保安公司 安保公司 这都是属于安全保护服 包括那个银行 那个运钞车 那种武装押运 有没有见过 在那个 拿着这个真枪实弹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人 然后戴着这个帽子 然后穿着那种 那种像军队的那种服装 在这看着 从那区块机里往来掏钱 那是什么 安全保护服 后面有一个单独的记一下 这就是拍卖行 拍卖行 这个卖一些什么艺术品啊 那东西 他从中赚什么呀 他从中就收一个佣金或手续费 佣金或手续费 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计算东西就好了 第九 其他 其他呢 这里边就需要你知道一个 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解释过 是什么 是我买了一个飞机票 对吧 国庆节 去玩 结果呢 我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了 去不了了 我就把那个票从那个什么协程上给退掉 从那个协程上退掉 你会发现扣一个退票手续费 现在这个机票的退票手续费贼老贵 那这个退票手续费按照什么呢 退票手续费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 还有第二个需要大家关注的 那就是我们这个电梯啊 比如说楼里的电梯 典型呢 是属于机器设备 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知道这个电梯肯定 一定必须是要定期给它维护保养的 因为这个电梯啊 那要万一出了点事 那可就是人命关天的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梯啊 比如说电梯安装运行之后 对它进行的这种定期维护保养服务 属于什么呢 好 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因为过去啊 这个纳税人啊 之间对这个有争议 然后呢 就跑到这个税总去问 说我这个电梯 到底是属于动产 还是属于不动产呢 因为你想一个电梯行 本质上它是一个设备 不修动产修设备 同学们你想属于什么 修理修配 对吧 属于一个劳务 那电梯它又装在楼里边的 它又构成了这个楼的一部分 它又数 好像又属于不动产似的 所以呢 这个维护保养电梯 到底是属于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闹矛盾了 闹矛盾了 好 说好 属于其他现代服务就行了 好了 OK 这就是听懂了就行 下面 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也花一颗心 但是呢 生活服务这 跟前面那个现代服务 不一样了 同学们 你想一想啊 前面那个现代服务 咱们主要的服务对象 你想想是什么 现代服务 咱们可能讲了那么多 对吧 什么信息技术服务啊 研发和技术服务啊 然后呢 广告啊 一些文化创意啊 商务辅助 物流辅助 它主要面对的对象是谁 主要面对的对象 还都是企业 所以呢 主要面对的对象是企业的 其实都是在前面 现代服 对吧 所以你说你想这个大类 你怎么分呢 这些面对对象主要是企业 那你说我个人 不也老收快递 收快递吗 那你想企业 它收的是不是更多 那肯定 对吧 所以主要面对对象是企业 那么到了生活这 主要面对谁呀 咱们人民 老百姓 看看都有哪些 第一 文化体育 文化体育都有哪些 比如说你去看一场球赛 对吧 你去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呢 看一个展览 收个门票等等 文化体育 第二 教育医疗 教育服 比如说你们现在 你们买的这个私人的课程 对吧 培训类的 非学历教育类的 教育辅助类的 这就属于典型的教育服 医疗呢 比如说你看病啊等等 当然了 我们现在针对那些公立医院的医疗服 是有一个免税规定的 但是它本质上 它也仍然是属于给人面 老百姓的生活服 第三个 旅游娱乐 旅游现在大家可能做的不太多了 疫情之前老旅游 那现在呢 最近也不怎么旅游了 然后呢 娱乐 娱乐能想到什么呀 比如说你去外边 KTV 对吧 有没有人爱唱K的 给我举个手 那KTV提供的是什么呢 典型的娱乐服 对不对 那下面餐饮 餐饮就不说了 吃饭 住宿呢 刚才提了 您去打家住店 住酒店 开旁 住宿服 所以你看啊 这些都是跟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居民日常 比如说现在哈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洗衣服 您叫那什么义带洗 有没有同学用过 哎 这个东西 洗衣服的 什么的 包括什么桑拿呀 什么有人爱泡澡啊 洗雨中心啊 等等那些都是啊 咱们的生活服 所以这呢 其实了解了就可以了啊 那么接下来 提示几个要点 那是人在游览场所经营 所到百度车 电瓶车 游船 有没有同学 现在 你出去去哪个景区玩 你会发现啊 这个景区 咱们国家现在有个现状 我呢 这个近几年啊 就去了那么几个地方玩 然后呢 结果去每个地方 都发现这个景区啊 您开车过去 你把车停老远 停老远之后呢 你得坐那个景区里边 它自个儿的那种 什么电瓶车 什么景区内的游览车 然后我现在就纳闷说 这个每个景区 现在都有这种东西 对吧 甭管是哪的景区 现在都有这种东西 哎 那些车属于什么呢 包括索道等等 那些呢 咱们说它提供的呀 其实不是说交通运输 因为它只是在景区里边的 它画了一大圈 说这都是我们景区 你到我们景区呢 就得坐我们景区自个儿的车 所以这个按照文化体育服务 降纳增值税 这里面跟交通运输做一个变形 第二个 现场制作食品 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什么意思呢 就外卖呗 外卖按照什么 按照餐饮服务 外卖 比如说我去这个餐馆打包 打包几个饭盒 外卖 那个它仍然是提供的是餐饮服务 好 第三个 植物养护 植物养护属于其他生活服务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重要 好 生活服务 咱们这就说完了 还可以对吧 那其实主要是理解 那需要你记的 就这么几个 小细节 记一记就完了 那接下来 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无形资产啊 这里面要简单提示一下 首先还有一个东西比较特殊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同学们 咱们归类的话 你要简单拿归类来说 我们说土地使用权 你如果卖的话 是属于销售无形资产 这个分类下面的 但是土地使用权啊 如果你单卖一个土地使用权 它的税率 跟销售其他的无形资产的税率 是不一样的 这个土地使用权的税率呢 9% 它其实靠着什么啊 靠到了往不动产那边去靠 土地使用权 它跟卖房子的税率是一样的 都是9 所以在这呢 单独提示一下 那具体的概念 咱就不说了哈 无形资产包括什么 这你们也应该门清了哈 会计什么都学过 技术啊 商标啊 等等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有没有同学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 你想想生活当中 举个例子 比如说哈 这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 周黑鸭 周黑鸭这个 大家都爱吃对吗 那比如说我说 我老陈想开一个周黑鸭的店 然后呢 我得给人家那个周黑鸭总部付什么呀 特许经营的费用 对不对 特许经营费 所以呢 那个周黑鸭总部取得的这个特许经营的收费 特许经营权 他转移给我了 这个特许经营权 本质上就是一个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包括了哈 呃 经营权 收费权 等等等等 这是属于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的 明白了吧 比如他说商誉不适啊 咱们是税法呀 他就这么分内的啊 别跟你那个会计较真去 明白了吗 咱们这学的是税 学的是税呢 你就这么记就行了 明白了吗 好 下面销售不动产 销售不动产 这不动产不用我讲了啊 卖楼对不对 那有一个情况 比如说啊 你卖一栋楼 你卖一个厂房 你卖楼的时候 你下面那块土地使用权 其实是跟着这个楼 一块卖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转让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时候 一块转让它下面 所占的这块地的 按照什么交税 按照销售不动产交税 明白吗 所以这有个提示啊 那如果说不是卖楼带地 我单独卖土地使用权 虽然分类上边 被归类为销售无形资产 但是呢 税率却是参照 销售不动产的税率 就行了啊 下面解题高手 这个呢 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 回去读一下就可以了啊 一错一混的项目 跨范围给你总结出来了 同学们 这个解题高手呢 是一个字 一句话给大家亲笔写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读 第一个 这个字里面 这个词里面 带着租字 但是它却不是租赁服务 你能想到哪些 带着租字 有一个租字 却不是租赁服务的 好 给你总结出来了 欺租 成租 失租 属于什么呢 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非常好 融资性售后回租 非常好 融资性售后回租 咱们刚才说的 收那五亿是什么 是贷款服务 它本质是利息 对吗 好 这是有租字 却不是租的 没有租字 它本质上 却是一个租赁服务的 能想到哪些 把我这个建筑物上的外立面 发布广告 那是租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如果我收取的是一个停车费 对吧 停车场收的是停车费 它是车辆停放服务 还有道路通行服务 本质上 咱们刚才说了 属于什么呀 不动产的租赁服务 对吗 透过现象看本质 第三个 有租也是租的 那就是 它就是本家 光租 干租 这是租赁 航空服务 相关的 有几个要便系 第一 这两个 我买了飞机票 但是我忘了坐飞机 我也没退票 那叫什么 预期票证收入 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但是如果 我想起来了 我把这个票 退票了 那人家航空公司 收我的退票 手续费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 第三 修理和修缮的便习 那这个就不说了 咱们刚才提了好几遍了 修理 有行动产修理修配属于劳务 不动产属于建筑服务 有证和收派服务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 第五项 建筑工程师工 还有我们的工程勘查勘探 建筑工程师工 讲的其实是盖房子 对不对 盖房子属于建筑服务里边的工程服务 那工程勘查勘探 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哪讲了 现代服务里边的研发与技术服务 所以这个两个虽然都带工程俩字 要辨析一下 第六 货物期货和非货物期货 那这个呢 刚才也说过了 货物期货 交割的时候 属于正常卖货 非货物期货呢 它本质上 是应该是一个金融品 所以是按照金融商品转让交税 下面广告相关服务 广告建筑物 飞机车辆上广告位发布广告 属于不动产或动产的租赁服务 主要看建筑物的属于什么 不动产的 你要是在大巴车上发布广告 属于什么 动产租赁 下面广告的播映和发布 广告的播映和发布 它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广告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里边的广告服务 广告代理呢 它也属于文化创意服务里边的广告服务 那这两个呢 分别跟广播影视服务和代理服务 经济代理服务做辨析就行了 所以这些内容呢 其实啊 同学们是帮你们减负呢 同学们 所以呢 你会听下来啊 咱们讲到这儿 这些内容 你只要刚才 咱们把这一大类 大概知道这一大类征税范围 讲的是啥东西 你听懂了 紧接着 你要复习 你要总结 您就看哪些啊 同学们 您就看这里 都给你摘出来了 对不对 都给你送到嘴边了 那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同学们 回去要复习这些内容 明白吗 好不好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气 好 那广告代理忘记了 没事 咱们都给你总结出来了 所以呢 把书给你读薄 让你们就看这个 便习解题高手就行了 好 来看一道题目吧 下列增值税应税服务项目中 应按照租赁服务 集成增值税的事 去年考题 就这么考的 来 哪一个是租赁服务呢 想一想 挨个来看一看 第一个 融资性售回租 刚才咱们说了 融资性售回租里边 收取的那个利息性质的收入 按照什么呢 第一个按照贷款服务 对吧 第二个 写字楼 外边广告位出租 好 这是不动产的金租赁 第三个 航通运输的失租 失租 失大大的 配着人员呢 对吧 所以失租属于交通运输 提供会议场地 及配套服务 这属于什么 这你要告诉我了 来 第四个 请问同学们 还有没有人记得 这第四个是什么 有人忘了 不错 离商家小姐姐 会议展览服务 会议展览服务是属于什么呢 本来给它写清楚 对吧 现代服务里边的 文化创意服务 里边的会议展览服务 非常好 不错 所以这道题呢 也挺简单的 对不对 你看你的知识点啊 就学这题就能拿分了 好 再来看一道 就考你们了 其他一些项目 你们可能记不住的 第一个 我们说这个说法正确的 有 A 纳税人已售票 但客户呢 预期未消费取得的 这叫运输预期票证收入 按照什么 对不对 告诉我 对不对 第一个 预期票证收入 没错 按照交通运输服 第二个 纳税人提供的道路通行服务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缴纳增值税 对不对 这个第二个 有同学可能就掉进去了 有没有同学觉得 这个第二是对的 有迷惑性的 特意给你编了 这个迷惑选项 所以这不对 属于什么 道路通行服务 它是属于一个 不动产的 经营租赁服务 可不是交通运输 第三个 安装运行后 电梯 维护保养 按照什么 其他现代服务 刚才特别提示了 第四个 会议场地及配套的 刚才咱们说了 会议展览服务 不如按照这个 不动产的注定 所以错了 所以这道题呢 AC 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考试的时候难度啊 基本上就这个程度了 不会比这个再难再难了 放心 好 来 有没有同学有这个问题 这是去年啊 大数据收集上来的同学们的问题 咱们国家呀 对这个软件产品 目前啊 说软件服务 哎 那个软件服务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刚才在哪 看到过 还记不记得 IT那块 对不对 软件服务跟销售软件产品 咱们这要分清楚 销售软件产品呢 咱们国家对这个软件产品 按照货物去管理的 用的是13%的 税率 明白吗 好 所以这呢 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来 接下来 咱们刚才呢 讲了那么多那么多 征税范围 简单的稍微总结一下 来 同学们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你现在前面那些东西 您都不看 你就给我想 咱们讲了哪些征税范围啊 来 第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 货物 这个货物呢 包括了你在国内销售 而且也包括了啊 你进口货物 也是属于货物 也要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这是第一个货物 那还能想到什么 第二个叫做劳务 咱们说了这个增值税里边 这个劳务这俩字呢 它是有特定含义的 跟你们日常理解的那些劳务啊 甚至等你学到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企业所得税里边这劳务俩字 好像跟增值税里边 它也不太一样啊 这个细节呢 咱们回头再说 劳务包括什么 加工 修理修配 仅限于对有形动产做的这么两件事 货物 劳务 接下来咱们说的是服务 服务是最多最多 最难记的 来 服务你怎么记 口诀 直接就出来了 对不对 交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里边包括了什么 陆路对吧 出租车公司 自有出租车 收的份钱是什么 告诉我 属于陆路交通服 对吧 然后水路 航空 管道等等 还有呢 预期票证收入 属于交通服 第二个 油 油 邮政 对吧 包括了咱们提示了哈 包括这个邮政的小包裹 然后呢 比如说油品销售 等于都是属于邮政服 邮政服务 没有那么多重点 那么电信服务呢 电信服务里 哪两个 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 对吧 基础电信还记不记得有什么 基础电信有什么 喂 打电话 增值电信呢 那你们呢 平时用的那个什么 流量包啊 短信呢 彩信呢 你们家里的宽带啊 都属于增值电信服务了 包括卫星电视信号 转接落地 那个也是属于增值电信服务 交由电说完了 建 建筑服务 那包括什么呢 工程 安装 固定电话 什么宽带 开户费啊 出装费啊 等等 属于什么 告诉我 属于哪个 非常好啊 属于这里边的那个 安装服务 对不对 那还有你修不动产 什么修缮服务 其他建筑服务 还有呢 装饰装修 那是属于里边的装饰服务 对吧 交由电键 金 金金融服务 能想到哪几个 讲一讲 回想一下哈 金融服务 首先第一个 最常见的 贷款 贷款 我对外发了一笔贷款 收到了 利息收入 这是贷款 那同时呢 我如果说企业 买了一个理财产品 这理财产品 咱也收到了一笔 利息收入 对吧 那怎么判断 这笔利息收入 是不是要交 按照金融服务 交增值税呢 看保本不保本 对吧 保本的 您收的就属于 利息收入 就按照贷款 付务交税 如果不保本的 就不用交增值税 那还有什么 信用卡 这个利息啊 什么贴线利息啊 等等等等 融资性收回租 里边的利息收 也是属于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 金融服务里第二项 能想到什么 直接收费 对吧 银行收到我那个 信用卡年费 银行收到一些什么 这个手续费啊 等等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 然后呢 还有保险 还有呢 金融商品转让等等 这都是属于金融服务 现代服务 能想到什么 第一个研发与技术 第二个呢 是IT 对吧 信息技术服务 第三个呢 我们有文化创意 我们有广播影视 我们还有商务辅助 我们有物流辅助 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属于 现代服务里面的 对吧 好 那么现代服务完了之后 咱们讲了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 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住酒店 属于什么 告诉我 生活服务里边的 餐饮住宿 对吧 那比如说 那个游乐场所里边 去游乐园 那游乐园门票收入 属于什么 文化体育 对吧 那还有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游乐场所里 经营一个缆车 索道 索道收的钱属于什么 文化体育 对吧 我出去唱K 属于什么 娱乐服务 然后呢 四儿收你们的钱 属于什么 教育 对吧 还有就教育医疗啊等等 所以这些内容啊 都是属于咱们的生活服务 那么服务完了 下边一项还记得是什么吗 销售 无形资产 下面是销售不动产 所以呢 下面这两个都是卖无形资产 和卖不动产 好了 所以同学们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到这儿 给你们自己鼓鼓掌 非常棒 学会了啊 而且呢 那个重点 其实也前面都给大家几题高手里 都给你总结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乖气乖气 给你鼓鼓掌 不错 征税范围非常好 大家都掌握了 那么这里面啊 你一想一想 咱们简单说一说 你会发现啊 这里面 是不是涵盖了 你们日常生活 这个经营行为当中的 各方各面 方方面面 你想想 那基本上 都在这里头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的结论是什么 学班的中税范围 咱们的结论是 基本上 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所有的经营行为 当然咱们说的 必须强调的是经营行为 经营活动 那基本上 那全都要交增值税 明白了吗 所有的方方面面的经营互动 都要交增值税 对吧 这增税范围 有这么一个结论就好了 那么还记不记得 咱们在最初 第一 第一句话呢 我们说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边接的俩字 叫什么 还记得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什么 境内 你们同学这个记得 境内提供 那么接下来 我问问大家 你想想 什么叫在境内提供 咱们接下来 就把这个境内 给你解释解释 那看这个表就行了 这个表呢 不是特别重要 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经常考你的 那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只要你听懂了就行 那么什么叫境内啊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怎么说 说要征收增值税 征收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增值税 比如说 那个我出国旅游去了 我出国旅游去了 我在国外的餐馆吃饭 人家国外那个小餐馆 要不要叫中国增值税啊 那肯定不 对吧 所以我们先对境内呢 来先定义一下 这是一个一般性规定 那有了一般性规定呢 那就得有特殊性规定 咱们先了解一下一般性规定 一般性规定是什么 服务或者无形资产 它的销售方或购买方 在境内 只要 你看所有的服务 对吧 都得有一个销售方 一个购买方 或者你理解成为一个是叫 提供方 一个叫做接收方 对吧 反正都得有这么两方 这两方 只要一方在境内 好 属于境内 这是一个一般性规定 同时如果是不动产 涉及到不动产 不动产在境内 怎么样 也属于咱们境内 紧接着如果是自然资源使用权呢 比如说什么 开矿权 对吧 大家都知道那个煤矿 它有一个开矿权采矿质 开矿权 自然资源在境内的 你也可以理解 这个自然资源 它本质上 都是挖在地底 埋在地底下的 它的本质也是动不了的 挪不动窝的 所以也是不动产 所以跟不动产一块记就行了 所以你看 挪不动窝的 不动产 自然资源 看什么 就看它们是在哪的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的 好 属于境内 好 第四个 财政部 国家受众局规定的 其他情形 其他情形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特殊情况 这儿先都理解了 没问题 对吧 能听懂就行 那么这儿就是我们 对境内的一般规定 但是同学们 你想一想 刚才我给你举的那个例子 我出国旅游去了 对吧 我上次出国旅游是哪 好像去欧洲 去欧洲旅游去了 我去意大利餐馆吃饭 请问同学们 其实是不是满足第一条 对不对 购买方 是谁啊 是我 我是一个中国人 那么我可以认为 我就是属于一个中国的居民 所以其实我购买方是中国人啊 那你说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对他征收中国的增值税呢 好 看下面 我们这儿呢 列举出来了一些 不属于境内的情况 来看看哪几个 B 境外单位或个人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 销售化重点 完全发生在境外 完全在境外发生 请问同学们 我去意大利餐馆上吃饭 这服务发生地是哪啊 肯定是境外 对不对 我去出国去欧洲 租车自驾 那个小车不动产 那个什么 什么不动产 有型动产 是在哪开的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 对不对 还有第二项是关于无性资产 也是完全在境外使用的 所以这三条啊 简单给你总结一下 你会发现 它是有一个方向的 要求的 什么意思 我们只限于外向内提供服务的时候 出租有型动产的时候 我们对它说 如果你完全在境外发生的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 好 中国不对他们征收增值税 所以明白了 我呢 去出国旅游 那基本上干的所有的事 都不用交人家中国的增值税 好了 那么这不属于境内的这几个特殊情形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就可以 你就记外向内的 那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外向内的要求是 完全在境外的 就行了 完全在境外发生的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 如果外向内完全在境外的 交不交 增值税 不交 好了 那么下面还有一些列举的特殊情形 这几个项目呢 就单独 单独记一下就行了 这里面也指的是外向内 跟咱们刚才讲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外向内提供什么服务呢 你看第一个 为出境的罕见包裹 在境外提供的一些邮政收派服务 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本质上怎么样 这个东西啊 其实本质上跟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条 不冲突 对吧 然后完全在境外提供的 邮政服务啊 书派服务不冲突 第二个 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 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工程建立服务 好 跟前面冲突吗 也不冲突 对吧 人这个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 也不太冲突 第三个 向境内单位提供的 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 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也不冲突 对吧 这个工程勘察勘探 碳矿权 这个地儿也是在国外 对吗 在境外的 第二 会议展览 会议展览 在境外的 会议展览服务 所以这几项 也是不属于境内 咱们只不过呢 把它单独拎出来 单独再强调一遍 给你明确一下 那么这几项怎么样 不征收中国的增值税 明白了吗 这些呢 我觉得不用背 同学们 这些不用背 那这些呢 你只要把这个规律 你有没有听懂 规律听懂了 其实把基本原则 给我记住就行了 好吧 OK 那这儿呢 就行了 那么其他的 这么几条 咱们刚才解释了境内 对吧 境内解释完了 那接下来 征税范围 不解释了 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多的 属于征税范围内 第三 是为他人提供的 什么叫为他人提供的 我为自个儿干点活 什么的 我为自个儿 做点什么家政服务 做点家务事 那肯定不征收 对吗 第四个 有偿 这个有偿啊 你要做一个广义的理解 同学们 有偿是说 一定要给他付钱吗 不一定 对吧 比如说呢 我说 我呢 从你这买个东西 对吧 买个东西 你卖过一个电脑 然后呢 我说我没钱了 我去你家 去你的一个店里 给你打工去 对吧 用劳力换一个电脑 请问你卖我的电脑 是不是有偿的 是有偿的 对吧 所以这呢 你要做一个广义的理解 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都行 好 这 把这个给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 这个解题高手 大家回去 一定要看这个表格 好不好 好了 下面 一般范围 咱们讲完了 境内 咱们也解释完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看一些特殊项目 特殊项目 同学们会发现这 两颗星 为什么 他爱考你 所以这呢 你要稍稍的记一下了 有东西 不用说 你理解啊 你可能还是记不住的 所以这啊 有些东西是要稍稍的记一下 好不好 第一个 罚末物品 罚末物品的考的不是很多 但曾经考过 罚末物品 什么情况 这个表的规则是这样的 这个表呢 这边这数列 是它 属于征税范围 右边这数列呢 是说 不属于征税范围 那你说这一个罚末物品 我们看它不同的情形 它有的时候啊 它要征 它有的时候呢 它就不征 所以这是这个表的一个构造 先来看罚末物品 第一 您如果说啊 您是个经营单位 把这个罚末物品呢 您罚下来了 买进来之后呢 你进行再销售 或者呢 叫做再经营 就画这么几个关键词就行了 把这几个关键词画下来 再销售 再经营 好 要交增值税 那什么情况下 不交增值税呢 好 简单记 俩字 上缴财政 就行了 您罚了个东西啊 您得乖乖上交给国家 您不能把这东西 扭头给卖出去 您要卖出去 就得交增值税 您要乖乖上交给国家呢 好 不征收增值税 明白了吗 上缴财政了 好 第二个 自产创新药 这个呢 其实是鼓励我们国家的这些药品生产企业 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物这个行业的生物制药行业 咱们国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那国际上那些药企巨头啊 那那个新药一出来 那是好家伙卖的贼老贵 对吧 专利期20年30年等等 所以咱们国家要鼓励咱们国家自己的这个药品行业 那如果说啊 我说我这个企业开创了一个新药 研究出来一个新药 这个新药呢 第一次销售的时候 好 正常交税 所以呢 这个新药刚刚销售的时候 正常交税 但是同学们哈 这个药 它得有一个疗程 对吧 比如说啊 这个药物 这个肿瘤化疗药 它必须得输满多少个疗程 七八个疗程 八几个疗程 它才能够测评这个药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啊 光卖低板 这还光卖低茬 这不行 咱们后续怎么样 后续咱得提供给患者呢 免费使用相同的创新药 咱得让它一直用 持续用 咱的目的是为了看看效果如何 那后续 我在免费提供给你的时候 好 我们说不征收增值税 也不用做适同销售 什么叫适同销售 咱们待会会讲到 所以呢 低茬 卖低茬 要不要交税 要交税 后续免费使用 继续提供给你 不交增值税 明白了吗 好 下面 单用途和多用途的预付卡 这个卡呢 同学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见到过呀 有没有人的 你们单位 复年过节 说发你什么呀 发你一个购物卡吧 有没有 那比如说 这购物卡 假设这个购物卡 只能去沃尔玛 那就是沃尔玛的卡 这个卡就只能在沃尔玛用 那叫什么 那叫单用途卡 对吧 那说这卡呢 你说这卡呢 你又能去买东西 你又能去这个洗衣中心 然后你又能去购物 你又能去看电影 啥都能用 这是什么 多用途预付卡 那这个多用途预付卡 单用途预付卡 首先第一件事 那先得授卡 先得发行这个卡 授卡方 因发行这个卡 它首先啊 它要做两件事 你先想一想 第一 假设我这个卡面值1000元 面值1000元 好 这个时候 发行卡的单位 它要收到1000块钱 对不对 但是 它收1000块钱 行不行 完没完 不完 它可能得收105元 为啥呢 它得赚钱啊 对不对 所以这5块钱 其实是什么呀 这5块钱 其实是它的那些 手续费呀 结算费呀 服务费呀 等等 这5块钱 怎么着 正常缴纳增值税 那请问同学们 它发行这张卡的时候 它收的5块钱 交的 那这1000块钱呢 那1000块钱交不交 那1000块钱面值 好 在右边 这是预存的资金 对吧 这个预存资金 其实是先存在它那 咱还没消费呢 所以这个预存资金 预收资金 不缴纳增值税 也不能开专票 那接下来 你拿到了这张 1000块钱面值的卡 你去干嘛 你去捡头了 你去征层拿了 你去买东西了 你拿这个卡呢 去线下 到特约商户消费的时候 那个特约商户 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所以这个业务呢 大家只要把这么几个流项 搞清楚 这是企业 这是个人 这是发卡方 好 三方关系 搞清楚了 首先发卡方 它收到的预存资金 同学们告诉我 交不交税 发卡方 预存资金交不交税 不交税 对吗 发卡方收到的手续费 交不交税 手续费 交不交 就那五块钱 交不交 交 好了 企业把这个卡买下来了 企业把这个卡 发给你手上 你呢 出去消费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洗浴中心 出去洗澡去了 好 你去洗浴中心消费 这洗浴中心 收这张卡 交不交费 交费 那你拿这张卡 去洗浴中心消费了 我就再让同学们 多思考一下 这洗浴中心 管谁要钱去 想想 这洗浴中心 管谁要钱去 是吧 我说我这张卡面 值1000块钱呢 洗浴中心 耍了 他管谁要钱去 有人说老说 我老说洗浴中心 这个钟哥呢 爱泡澡 假设 老去洗浴中心 整天老往洗浴中心跑 好 发卡方交费 明白了吗 所以呢 这儿 一定要 它是把你那个1000块钱 预存在那的钱 它给要回来 这是一个结算的过程 所以这儿呢 把这个业务的线 你脑子里边梳理清楚了 听懂了就行 那同时呢 该记的东西还是得记一记啊 好了 那下面一个 财政补贴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啊 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啊 这个规定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规定呢 而且它近两年 有过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看财政补贴收入 什么时候不交税 什么时候交税 首先财政补贴收入 你知道是国家给你的 对吧 是政府给你企业的 政府给你企业的财政补贴收入 如果是跟你的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 金额或数量直接挂钩的 征收增值税 跟你的这个东西 卖货呀 卖了多少钱 卖了多少量 不挂钩的 不交增值税 明白吗 所以这儿要记清楚 实务工作当中 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大家知道我们是 国家这个新能源车 我又拿新能源车 拿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 我做这个汽车行业的客户 做的比较多 新能源汽车 你们知道现在国家 它是给补贴的 你知道吗 这个新能源车呀 你生产了一辆 你卖了一辆 这国家是给你补贴的 国家有国补 有地补 什么叫国补 国补就是 国家中央财政给你的钱 地补呢 就地方政府 要匹配着中央财政 再给你钱 所以呢 你产了一辆新能源车 国家给你钱 地方也给你钱 这年才没卖呢 对吧 所以为什么新能源车 它的价格 你们会发现 它都比较低 为什么呀 它是有享受补贴的 那好了 这个补贴 我跟你说 是按量来的 一辆 假设 给两万补贴 请问同学们 这种一辆 给两万补贴的东西 要不要交增值税 判断一下 要不要交 交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跟您 卖一辆车 跟这个销售数量挂钩的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说我这个企业 就是一个一般性的研发企业 然后呢 一次性 收到政府2000万 说这个2000万呢 就是一个您的研发专项资金 跟您卖什么东西 跟您卖多少 销售额 都不挂钩 这2000万的财政补贴 交不交增值税 不交增值税 因为跟你的销售啊 数量啊 金额啊 都不挂钩 就直接一次性 一口价 给你一笔钱 对吗 所以这个就不交增值税了 所以这儿听懂了 就行了 稍微记一下 好 后面 不征收增值税 不属于征税范围的一些 其他特殊项目 这儿呢 很好记啊 第一个行政 行政单位收取的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那你简单理解 就是国家收的钱 对吧 机关收的钱 政府收的钱 所以呢 肯定是不能跟自个儿征税 对吧 那么这个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首先呢 你这个收费呢 必须得批准 对吧 你不能说你自己烂收费 乱收费 肯定是不行的 同时 你要开付一个财政票据 同时资金必须全额上缴财政 这个呢 简单了解一下 不用背啊 好 下面 第二 这儿讲的呀 其实是单位跟个人之间的 单位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提供的服务 这个其实是取得工资的服务 不交 那同时呢 如果说单位反向给你员工提供 比如说 我给你们提供一个上下班的班车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人单位有班车的 举个手 班车要交增值税吗 不要啊 这是给单位给员工给你自己员工提供的福利 不交增值税啊 所以这呢 听懂了就行 下面 主要是因为雇佣和被雇佣的劳动关系产生的 所以你们两个双方的都属于非经营活动 不是在对外经营 好 其他的还有几项 这里面呢 有的不重要 有的重要 我给你简单的提示一下 第一 存款利息 第二 保险赔付 也就保险赔款 这两个不交增值税 要记住 好 存款利息 不交税 保险赔款 为什么不交税 我出门被车撞了 够惨的了 所以这保险赔款 也不用交增值税 那正在企业角度 比如说你们企业哈 有一批货 放在仓库 然后呢 被偷了 被盗了 等等等等 这种时候 您获取的保险赔款 怎么样 要不要交税 不交税 对吗 但是 如果说企业放在仓库那批货被盗了 这个货 您买货的时候 所负担的 进项税额 好 我们后续会讲 进项税那会儿 会讲到 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您那个是叫人为的损失 咱们后边会讲 是叫一个非正常损失 所以这呢 先听一耳朵 有这么一个大概的印象 后边再学 那第六个 房地产主管部门 收到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同学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比如说我家那小区 然后那个电梯整天 那个坏 然后呢 这个我们在那个业主群里面 就说这个电梯老坏老坏 能不能让那个物业 动用我们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给我们这个楼换一部电梯 是干这个的 所以您业主 所有人在买房的时候 您都得交一笔 房款的百分之几 进到这个专项维修资金里面去 放里面存账 目的是干嘛 未来您换电梯 修房子 专用的 所以这个呢 专款专用 也不交增值税 第七个 第七个是什么 看一下啊 资产重组的过程当中 通过合并分立 出售置换等等方式 方式不重要 关键是将 全部或部分的 实物资产 好了 实物资产 你想想 刚才咱们学了那么多 征税范围 你买卖这些实物资产 要不要交增值税 在咱们刚才学的内容当中 你买卖实物资产 就是相当于是卖货 对不对 卖货 它本来应该是交增值税的 但是 如果 您 企业不是在这资产重组呢 对不对 我们是因为一些业务的需要 合并分立 收购等等 因为重组的需要 我们不光 把这个实物资产转了 还得转 相关联的 债权 负债 劳动力 一并转让给别人 所以你看这儿 您是光卖实物资产吗 不是 您这是在打包 这叫做整体 业务 转让 这是我们实物工作当中 给它起的名字 叫整体业务转让 什么意思 您不光卖了资产 您可能还有不动产 您还有负债 债权 同时您这个业务线 车间 这一堆人 您也都得一块 打包转走 缺一项都不行 缺一项都不能忍 所以这种时候 整体也有转让 记住 其中如果涉及到了货 其中如果涉及到了不动产 不征收增值税 这一项要单独记一下 曾经在综合体力考过 明白了吗 你就记住 符合这个条件 整体资产转让的 我画下这几个波浪线 好 不征收增值税 就可以了 记住了吗 好 下面 融资性售回租 咱们刚才已经讲了 对吧 卖大飞机 卖了多少钱 卖了那10亿的大飞机 拿到了11块钱 本质上不是卖 人家是拿了以贷款 所以这个卖的行为 不征收增值税 好了 OK 那到这 那么有一个精准大意 不征税等于免税吗 不征税 咱们刚才强调的是说 不在征税范围内 不交增值税 那免税是什么意思呢 免税就是说 你在不在征税范围内 在 但是 因为国家的政策呀 鼓励你呀 想你多干这个事啊 给你一个免税待遇 也就是说你的税呢 本来是应该交的 我呢 比较好 我给你把这个税免了 所以这是不征税和免税 那咱们在学税法的时候啊 同学们 尤其是你 后续学到第三章 消费税那会儿 消费税那个税目里啊 他的考题里面 他就绕着问你 他有的是说 下列不征收 然后呢 下列免税的是等等 所以你要给他区分开 明白吗 一个是不征税 一个是免税 免税呢 咱们后边会学到 免税项目 消费税给你免了 但是呢 进项税额也是不可抵扣的 与后面呢 咱们待会儿再去学啊 好了 那么这个最后一段 免税跟零税率 这又不一样了 咱们讲税率的时候 会再讲到这啊 好 呃 可以先下课休息吗 不可以啊 因为还没有到时间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啊 你们知道咱们是几点下课吗 咱们今天的课程应该本来应该是到五点二十的啊 所以呢 今天会给你们提前一点下课 争取提前一点下课 好不好 那咱们再讲五分钟啊 好 这个同学可能是一个尿急了啊 小撒尿去 对不对 好了 有他说可以五点下课吗 嗯 我说可以不行 对吧 我给你们五点下课 扣钱 你给我补吗 你要给我补 我也给你五点下课啊 好了 下面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个内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同学们 打上两颗星啊 视同消瘦 这个呢 首先啊 我先跟你们说 打预方针了啊 打小针了 这个东西很难理解 那么你啊 你要能听懂 我跟你讲 你要能听懂 那咱们就万岁啊 你要听不懂呢 也没事啊 不碍事 你只要会做题 能记下来就行了 明白了吗 好 首先 视同销售 先看前两个 这两个 放一块儿记 这个第一个是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销 啥意思啊 我生产了一个货物 对吧 这个鼠标 我生产了这个鼠标 然后呢 我没有渠道卖 我也没有店面 我也没有这个店铺 好 我把这个鼠标交给你 你呢 拥有一个什么连锁的电脑大卖厂 我把这个交给你 你帮我代销 那请问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鼠标交给你了 这在你那放了呢 那这个时候 咱俩谁该交增值税啊 谁要确认增值税啊 之前就说了 我说 我把这个鼠标放在你那 你帮我卖 我本人没有卖 我只是把这个鼠标交给你 对吧 所以我不应该缺增值税 然后呢 你那边说 我卖的是这个陈硕给我的鼠标 这不是我自己的货 我只是帮他代销 我也不应该确认增值税 是这样吗 好了 咱们说法说了 你们俩呀 谁也别扯 对吧 你们俩呀 都给我交增值税 所以呢 一方是帮着别人代销那方 好 销售 代销货物 交增值税 你要将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 或个人代销 也要交增值税 所以这事变成了一个什么事 同学们 这边有个商场 我有个鼠标 给了商场卖 好 这个请问同学们 我这边要怎么样 要做一个 视同销售 我做了一个视同销售 我就得给这个商场啊 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 我这边就有一个销项税 这个销项税呢 商场拿到了我这张专用发票 上面的税额 在商场那儿 变成了商场的进项税 商场可以抵扣 那这个鼠标商场 对 卖出去了 好 卖出去的时候 商场它也要 做一个视同销售 所以商场呢 也会有一个销项税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咱俩之间呢 就别扯皮 反正呢 我也得做销售 你也得做销售 咱们都要做视同销售 那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链条 是不是就完整了 对吧 我销售 开了个票 它能比进项 它再往外买 它再销售 商场呢 有这个进 有这个销 这就链条补足了 链条完整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呢 理解了就可以 你就记住 代销这俩事 都要做视同销售 记住了没有 好 OK 再来 这是什么 简单把这个东西啊 给你讲明白了就行 讲明白了 理解了呢 就不能帮助你记忆 理解了 就特别容易记下来 假设说 我这个公司呢 在北京有一个总公司 我在天津呢 有一个天津分公司 那这个时候 好 我北京总公司 买进来了一个货 买进来了一个货呢 好 这边有了个进香水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货呢 咱们北京没卖出去 说天津那边市场比较好 好 我把这个货呢 咱们走高速 对吧 把这个货拿到了天津去 天津分公司 把这个货 对外卖出去聊 好 天津分公司这儿 就有了一个销项税 它对外销售了 对不对 好了 请问同学们 这个时候 哪儿的税务局不干了 想想 咱们的增值税啊 是属地征收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第一章讲了 说增值税 这个大税 一定是中央地方共享的 还记得比例吗 五五开 对不对 五五开 所以那地方啊 它占百分之五十呢 是吧 所以请问哈 这一边是北京 一边是天津 哪儿的税务局不干了 肯定是北京税务局不干了 北京税务局为啥不干啊 你说你在我这儿 抵了个金项税 你导致在我这儿 北京这儿少交税了 那这少交的税 跑到哪儿去了 跑到天津去了 天津税务局高兴了 对不对 那为了维持啊 为了维护 我们这个增值税啊 在不同地域之间 它的分配比较合理 比较公平 好 所以北京应该怎么样呢 北京我们要它 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呢 又得开票了 开票天津这儿 它又有一个进项税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 链条在不同地域之间 被弥合了 不完整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北京的税务局说 OK 公平了 天津的税务局 嗯 也就这样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听懂了就可以了 将两个机构之间 那你把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另外一个机构 那票票必须是用于销售的 您是对外卖出去了 那相关机构是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为什么同一县市的除外啊 如果您都在北京 某个都在北京长区 您就都属于同一个税务局 对吧 您就不用扯着屁 明白了吗 好 所以这儿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给我按一个7 好 好啊 这个不用特别深究它啊 然后呢 不用去深究问那些 这个发算思维 不用发算思维啊 OK 听懂了就行啊 听懂了就能记住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4和5 4和5呢 同学们 直接帮你减负 什么减负呢 4虽然写在教材里 写在法规里 但是4啊 你不用学了 它也不会考你的 这个4呢 是个老黄历 什么叫老黄历啊 过去啊 咱们是银改增 知道什么叫银改 过去是征收营业税的项目 过去征收营业税的项目呀 我们管它们叫做增值税 站在增值税这个角度 它就是增值税的非营税项 它不交增值税 但是这个现在啊 前面给你总结了 咱们学了增税范文 学的结论是什么呀 所有的 全部的经营行为 咱都得交增值税了 所以这一项啊 没有了 下面第五个 将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好 简单就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单位是产 擦点油的 产兰扣面霜 对吧 咱们这个工厂里啊 产出了一瓶 这个兰扣面霜 好 那工厂里 出来了兰扣面霜 出来了一瓶面霜 这个面霜 假设说 咱们这面霜不卖 对吧 我三八节 发给我们工厂的女性员工 作为三八节福利 同学们 请问 这个时候 你想一想 用于什么呀 福利 对不对 集体福利 或者呢 比如说我这个厂 产白酒的 这白酒咱也不卖 咱呢 给领导们都喝了 这就是个人消费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是你自产的一个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产生没产生增值 在这个环节 想一想 有没有产生增值 有没有 有 为什么 为什么产生增值的 因为这个蓝扣面霜 之前是蓝扣面霜吗 不是 之前是一家堆化工原料 塑料瓶 那我把这个蓝扣面霜 生产出来了 产生了增值了 那这个时候 虽然我发给员工了 虽然进入到最终消费环节 被呼到脸上去了 但是啊 您这中间有增值了 国家对这个增值 咱得把这个水蒸上来 明白了吗 所以这儿 听懂了 给我评论区里打一个吧 人家说四倍什么话调 你肯定漏听了 回去再听一下回放就行了 刚才讲过了 所以这儿产生了增值额 所以国家要把这个增值额 对应的增值税给增上来 所以记住 资产委托加工的户 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这儿要背了啊 给我画下来 这是要背的 非常重要 画下来啊 好 OK 那么接下来 六七八 首先你先拿六七八跟五 前半句话 咱先找找不同 来 找不同 六七八 资产 委托加工 或者购进的货物 跟五 有没有区别 前半句话 找不同 你会发现五没有购进 对不对 六七八 它却有购进 好 这个购进的货物 为什么在这儿没有呢 好 咱们这个呢 换了一个例子 不再是工厂了 假设变成了私尔 私尔呢 私尔产蓝扣面霜吗 不产 对不对 它呢 三八结呢 它得外购一批蓝扣面霜 购进一批蓝扣面霜 然后购进一批蓝扣面霜 发给谁呢 发给了什么 这个刘洋老师啊 等等呢 然后还被这个钟哥抢走一瓶 对吧 那这种时候 同学们你想想 我外购了一瓶蓝扣面霜 发给员工当福利了 这个环节 中间这个环节 有没有产生增值呢 有没有 有没有产生增值 没有产生增值 咱那蓝扣面霜 可能外购八百件一瓶 对吧 发给员工做福利了 这中间没有任何增值 而且呢 发给员工做福利了 怎么着 忽脸上去了 自个儿到了最终消费环节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国家没有必要 把这中间再给你争一道税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采用的处理是什么 您外购的进向税额 不得抵扣 为什么进向税额不得抵扣呢 首先 中间这个环节没有增值 我们不用在这 再做一个消向税 不用视同销售了 那再者 您这个最后 是咱们员工呼到脸上去了 是属于进入到了一个 最终最终的消费环节了 那这个时候 咱们这个最终消费环节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消向税 也没有再继续 在这个生产经营环节中 继续流通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所对应的进向税 就是不得抵扣的 所以这呢 咱们后边进向税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一点 明白吗 所以在这 先让你们有个印象 明白了吗 好了 那后边几个 同学们 为什么又有够进了 想想 看看后边几个是什么情形 将资产委托加工 或者够进的货物作为投资 投资是投给谁了 投资是投给子公司了 对吧 这货您为什么投给子公司啊 为什么投给子公司 那肯定是子公司需要拿您这批货 用于它的生产经营 所以你投给子公司了 怎么样 好 它去生产经营去了 这个链条还会延续往下走 第二个 分配给股东了 分配给股东了 你的股东是你的谁啊 母公司 你分配给母公司了 母公司为啥要你这批货呀 那肯定是母公司 它的生产经营 也是有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货呀 它还是会继续进入到 接下来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继续流通 第三种情况 无偿赠送 无偿赠送这 我无偿赠送给了其他的单位 个人呢 先不用管他 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 无偿赠送给了其他的公司 那个时候 那那公司为什么要这批货 肯定也是他生产经营需要 所以他才向你讨这批货 你无偿赠送给他 那么这个时候 链条仍然会继续 那这个个人呢 只是我们附带上 为了你呢 防止你针空子 所以说 这三条是资产 委托加工 或者购进的货物 用于 简单在你的笔记上 记三个字 投 分送 这三个字 记住 投分送的情形 要视同销售 而且投分送的情形 它都带有 够近的货物 够近的货物 用于投分送 仍然要视同销售 但是咱们前面说了 够近的货物 如果用于这儿 够近的货物 如果用于基地福利 或个人消费 你就想这个蓝口面霜 要不要做视同销售 不要 而且他需要的处理 是进向税 不得抵扣 好了 课前休息十分钟 把这个 稍微撇一撇 同学们 如果你一次性没听懂 稍微撇一撇 好吧 稍微吸收一下 啊